大家好 我是任俊 歡迎收看股海弘揚 今天的加權股價指數盤中下跌超過百點 那這裡呢是一個下跌修正的整理格局 我們在6月7號的時候 就已經跟大家講過一件什麼事情了 貴買指數啊 它將要修正乖離之後才會再佔新高 當時候我們設定的點 第一個支撐點會是在月線的時候 所以我們拉回月線的時候是第一個買點 但是呢 我們漏了一件事情 這是我的失誤啊 我們漏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今天加權股價指數 將要做周旋折權的結算 所以呢有心人士在灌壓指數的過程之中 目的就是為了今天的結算嘛 如果你有去看周旋折權的結算的結果的話 你會發現說光有一些標的啊 它今天的漲幅就是數十倍以上喔 所以呢這就是有一些操控盤者呢 控盤者他們在壓指數故意來創造 這些假象的過程喔 所以這是我們的失誤 確實是失誤啦 因為它直接拉過了跌破了月線之後 直接向什麼 季線來做靠攏喔 但是呢這裡你不用太擔心 因為只有在黑暗之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喔 甚至說市場上面沒有一次的空頭走勢 是來自於大跌的時候 重點是在於說每一次的整理的過程之中 你有沒有去找到未來的明日之星喔 當蘋果呢 當市場上面都在下修蘋果的過程之中喔 包括什麼太平洋黃冠證券啊 甚至瑞穗啊 甚至還有花旗啊什麼 很多的國際機構都一直在看空蘋果的股價 那當時呢 確實費城半導體也做了一大波的修正喔 你還記得嗎 當天的跌幅是幾% 4%耶 一天跌掉4%耶 等於台股要跌掉400點喔 但是我跟大家講說你 費城半導體如果跌下來 你不用去太擔心了 因為每一次大跌的過程之中啊 它都是一次的買點耶 每一次大跌過程之中 它都是一次的買點有沒有 所以不管怎麼樣最差都有一個反彈嘛 那每一個 這些看空機構告訴你的這些事情 他們的想法跟理由到底是什麼 你有沒有去思考過這一點喔 所以呢 當它出現反彈啊 當它出現反彈的時候啊 正常來講 費城半導體 包括納斯達克指數 都已經出現反彈直跌回升了 台股不應該有這麼大的跌勢啊 那當然回歸到我剛剛所說的嘛 就是為了今天的週選擇權的結算嘛 所以呢 在正當整理的過程之中 多頭的走勢總是還漲而急跌 在急跌的過程之中 要找未來的機會來去做買進喔 那之前像 這些看空機構不是第一天看空股票而已嘛 當初告訴你說特斯拉 特斯拉不能買 它泱泱沙沙寫了這麼多的理由 4月28號的時候啊 甚至把特斯拉看空什麼 講說它怎樣一文不值啊 講說它真的就是已經是一個爛 已經是一個很爛很爛的公司啊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說 虧損不代表這間公司不好耶 而是代表說 只是他們沒有看到說這間公司未來的潛力在哪裡 我們在評估一家企業啊 最重要的是說 它未來的成長性有多高 那我也跟大家講說 Model 3一旦上市之後 這些平價車款啊 一開始熱賣的時候 重要的不是特斯拉能夠賺多少錢 而是它的供應鏈會有多大的獲利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特斯拉的股價啊 從那些看空機構開始講了之後啊 做了一個短暫的修正 然後就開始噴出了嘛 甚至昨天還是在創歷史新高耶 那你覺得這些聰明錢真的比較厲害嗎 並沒有喔 他們在做這些訊息的目的啊 背後都是有它的理由的 所以你要怎麼去評估 不要傻傻被他們騙了 這樣真的會很可惜喔 那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說 在行情整理的過程之中 我們一定要找一些啊 就是已經被誤殺的 甚至說未來是真的有 強大的成長性的那些個股來做進場喔 因為現在大家可能會害怕萬點 或者是說覺得好像漲多 但是我們從整個總體經濟面來看 第二季啊 第二季會是整個經濟最差的時候 也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那也就是說下半年開始啊 包括7月8月開始 整個iPhone開始量產 然後包括Tesla Model 3開始量產的時候 你會發現個股開始啟動喔 那有一些股票你抓到的時候 其實是有很大的獲利空間喔 那自駕車的部分呢 我們已經跟大家談了很久 現在包括連蘋果都已經證實 他們在做自駕車的系統 所以車用電子絕對是台股下一波很重要很重要 你要去關心的地方喔 所以你要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不是跟著市場的恐慌氣氛在走 而是要怎麼樣去找到未來 是有機會的個股喔 那這些股票呢包括在生計的部分 包括在車用的部分 這些我都不會改變我們的看法喔 那甚至有一些個股 他只是做一些短暫的修正 那你在短暫修正的過程之中 你要找的是未來的買點 現在你去買波段的強勢股 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勝兵是先求勝而後求勝 敗兵才是先求勝而後求勝 所以我們要找的買點在哪邊 在行情在大跌的時候 在行情最恐慌的時候 但是你回歸回來看喔 今天就算整個大跌啊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個股的跌停板加速是0加 上市是0加 貴買是只有2加 下跌的加速800多加 跟600多加 也就是說呢 其實你想賣的人 你都可以賣得掉 而且今天是有帶成交量的 那你賣出來的股票是誰在接的 那這些接的人呢 他們看到的是 未來明天後天的行情 還是說下半年即將啟動的大行情 現在你要找的個股啊 一定要是進可攻退可守 怎麼樣叫進可攻退可守 他們必須要有強大的提材性 或者是說未來的基本面來做加持 那我跟大家講說現在 你可以找這四大族群 包括在生技的部分 包括在蘋果部分 車店還有中國嘛 所以呢 在車店啊 包括整個那個庫克 他都已經講了嘛 講說 現在他們也要開始做自駕車 那這些自駕車的概念股 你必須把它 好好的一一的檢視出來 那這些自駕車的股票呢 未來都是很有爆發性的力道 但是這些是題材 那有一些是強勢股拉回的股票 比如像6192啊 紀錄的部分 當我第一次上漲的時候 我波段的強勢股 強勢整理的區域是在60元嘛 只要他沒有跌破60元的價位啊 基本上他都還只是一個整理喔 那你看到說 主力他們在做的過程之中 一定會用強壓的方式把它壓下來 因為我想要收 我想要收籌碼嘛 我在收籌碼 我絕對不會用高價去收 我一定讓你製造恐慌 但是在製造恐慌的過程之中 你要心有定見 什麼時候我要做掉停損 那什麼時候我要做停利 但是這些呢 你都要用時間來做證明喔 那你看到據錄它長線的走勢來看喔 其實這裡的量大高點 它是有帶量的喔 這個高點它是有帶量 也就是說行情一直在往上漲喔 但是呢 雖然指標是要往下走的過程之後 它並沒有受到 股價並沒有受到 它的指標的影響喔 所以呢 未來只要指標開始往上翻揚的時候呢 其實對它的股價而言 會有一個助長的效果 那有一些資金呢 你要去留意這些資金 它的方向在哪邊 資金的流向它將會決定 未來整個大行情的方向喔 但是呢你千萬不要用一天的行 一天的眼光來看未來的行情 因為今天是有一些座駕的行為 所以你很難用今天的行情 來做未來指數的判斷 甚至說個股之間的判斷喔 所以操作上面呢 必須要停看聽一下 那升級個股呢絕對是 下半年最重要的主流 包括我一直跟大家談的中域喔 中域的部分呢 它在下半年7月份的時候 FDA即將要進入茶場的階段喔 也就是個股呢 包括在升級只要中域的茶場的狀況是順利的 那下半年拿到藥證 它將會啟動什麼 啟動一波利多的漲勢喔 那中域它這檔股票非常特別 是因為它是全台灣第一家 第一款藥是從台灣自己本土研發出來的喔 那從第三期臨床到整個取得藥證的機會啊 是八成 所以呢當已經申請藥證的時候呢 其實它過的機率非常大喔 那以它現在的股價而言 180元的中域而言真的很便宜 因為你去換算 現在整個艾滋病新藥啊 整個艾滋病用藥的市場 一年大概將近有90億 只有美國 90億美金 也就是說如果中域未來只市佔一成的話 只有一成的市佔就好 一年它就可以賺270億的台幣喔 它股本25億喔 那一年可以賺270億的台幣 你認為它的股價會值多少錢喔 所以我們操作看的不是現在 而是未來喔 那我們在震盪整理的過程之中 你要有一個定件告訴你說 什麼樣的股票是可以買 甚至什麼樣的股票是要進場去佈局的喔 所以呢現在操作你要留意喔 市場震盪非常大 已經是一個打團體戰的時代喔 所以你不要再孤軍奮戰喔 趕快撥通你的電話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骨骸弘揚助力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掰掰 請多多多指示 兩者 四千辛 兩者 四千辛